而专案会议中也针对永兴公墓进行了讨论 由于永兴公墓周边的私有土地发展 日前接获1999专线检举草分段492、494的公墓使用 在农镇单位的会刊过程中了解到早期是农墓用地 而会刊目前是以坟墓的风水墓在使用 而非农业墓地 对于相关单位的管理办法上 必须进行拆除回到农业使用的需求 永兴公墓在芝卡宣大道开通之后 周边的私有土地价格飞涨 但永兴公墓在早期 在民国37年该笔土地上就已设立了风水的坟墓 日前更是引起私有土地遭到法拍 管理单位接获检举查出该笔土地 目前未进行农业使用必须开阀 那后来才发现说公墓的部分 确实会妨碍到地方的发展 周边的土地的部分要变更或做什么都很难 土地的价值也非常的低落 所以早期是不是包括公墓 合法公墓之外旁边的私人土地的部分 他们认为因为既然旁边是公墓 可能就给人家就私人做墳墓 那一座你做我做到现在六七十座 是在私人土地上 那后来现在地主的部分有部分的地主 因为标售官需标得土地之后 去检几认为那个是不是合法的公墓 必须要拆遣走 那现在地主成了非常非常的头痛 因为早期的他阿公或者是父母亲留下 父母亲留下来到现在的 那公墓大概是水的建造 他们有的时候也不清楚不知道 所以这个一方面之前是到政府当初的管理 并不够严谨 没有再好好的规划跟管理 造成今天这种情景 那将来是要如何来解决来解套呢 我也希望他有一个方向 对集安的发展是很重要 由于陈情人与管理单位表述上 皆有不同的看法 在专案会议中无法达成共识 那我们在11月1号的时候 办这个联合会堪 那在联合会堪之前也发生了一个 破漆的一个事件 是检举的可能要凸显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去破漆 那后来也有进入他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案件 那我们在联合会堪里面发现现场是这个坟墓 那刚刚总是很有讲 那当然在我们农业单位的一个判别 他就是属于非农业的使用 那在这个会堪业会堪完以后 我们依照程序把这个案件 输案给地任出 那目前11月18号的时候 已经输案给地任出 做后续一个办法 最后陈情人希望能够将土地捐给吉安乡公所使用 不过公所出席人员并表示 还是必须经由公所进行最后的讨论 才能够做最后的回应 记者林杰花林寺采访报道